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就遵从老约翰的吩咐向大家问安 今天我们已经是来到我们的瑞玛读经运动的最后第几周 最后第二周了 因为下一周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瑞玛的最后一周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第三书 来作为我们看完整个瑞玛读经运动的最后一本书 然后下一个礼拜我们将要总结整个瑞玛运动了 今天我们所看的约翰三书一开场 就是由我们的老约翰 他以长老自居 然后向所有的弟兄姐妹问安的同学 向这个就祝愿这个收信人 就是该忧 该忧弟兄 祝他凡事兴盛身体健康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兴盛呢 这个词呢 它的字面意思 其实在原文就是一个 有一个愉快的这个旅程的意思 它的寓意就是成功或者是防荣昌盛 就好像是在说我希望你一切都顺利 那样的那样的一个注文 老约翰呢 就常用这句用语呢 就用这一句用语呢 给该忧弟兄呢 送上最美好的这个愿望和祝福 其实这一节经文有常常被误用 特别是那个成功神学的教导 就常常用这个经节 就说上帝要助给这个基督徒 永恒的这个财富和完美的健康的这个保证 当然弟兄姐妹们 满有恩典的上帝必能赐福给我们 但是我们上帝所赐的福 不只是外在生活的这些需要 更是我们内在生命的这个丰盛的灵粮 还有活水 更是有永生的这个生命 这不仅提醒我们 我们不但要在意我们外在生活 是否兴盛是否都得满足 我们同样的也要在乎 或者是应该说更需要在乎 我们内在生命 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否丰盛是否兴盛 约翰呢 在这一个主语之后呢 接着呢 就称赞这个该忧 说他是按真理行事 而且所做的事 有人可以做见证 是看得见的好行为 而且这样的一个好行为 使得我们的这个老约翰说什么 他说 这使我心里甚是欢喜 知道该忧有这样的一个 按真理所行的行动的时候 他的心里甚是欢喜 因此我们看见 上帝的话语 不单只是我们理性上的知识 更需要是在我们行在生活当中的这个行动 而且是 是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行动 该忧这位教会的好弟兄 就按真理 行了什么事呢 按照经文 约翰告诉我们说 他以爱心接待 做客旅的弟兄 笑了哈 第九节呢 约翰说 他曾经写给教会的领袖 介绍一些当时旅行到此教会传福音的一些弟兄 但是很可惜的 很遗憾的 收信的领袖 却没有接待这些做客旅的弟兄 反而是该忧接待了这些弟兄 款待了他们 所以约翰就写这封信赞扬 该忧还有鼓励他所做的 约翰在第七节 他说 这些做客旅的弟兄 是因为主的名而外出的 他们不受任何外邦人 就是那些不信的人的供应 这时我们需要回到初期教会的 他的一些的背景 初期教会的 初期教会呢 就不像现在 当时是没有祝堂的这些牧师的 当时时候的信徒聚集 是由使徒教师宣教士所牧养的 而这些宣教士 我们的这些传道人呢 他们是四周 是周游四方 探访各地的这个教会 所以他们是没有固定的 这个定居的这个地方的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很自然的就没有办法 打工赚钱养生 那么他们的起居饮食 就自然需要有人供应 初期教会就以接待这些 做客旅的弟兄为美的 很踊跃的来接待他们 并且提供他们这个需要 约翰说 解释说 他们这些做客旅的弟兄 是向外邦人一无所取的 就是他们不接受任何不信的人的 任何的捐助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当时候在罗马的道路上 充斥着许多这些各种宗教的 这些募捐者 就记载在有一段 有一段这个记录 就记载在叙利亚的碑文 那边提到说 一位外邦女神的募捐者 一次讨钱的 这个旅费是多少 你知道吗 是七十代金钱 不少对吗 保罗他在 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 也教导说 在传福音的时候 在当时候 哥林多教会 也有一些假师傅 打着基督的名义 为利就是金钱 混乱上帝的道 而真正传福音的使徒 就不接受任何 畏信者的资助 免得被误解 为说他们也是 借着福音的赚取 这个利益的 或者是借着福音 做买卖的 这样的一个误导 因此 这样的情况底下 当他们来到这个教会 各地的教会的时候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就很自然需要 负担起接待和帮助他们 约翰就说 他说该由 凡他向客旅 做客旅的弟兄 所做的这些作为 都是忠心的 另外一个翻译本说 都是忠诚的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 该由他不是偶然的 依次接待 这个做客旅的弟兄 就被称赞 乃是他是多次 并且持续地在做 而受到 这个约翰的 这个赞赏 因为他 见证了 他的爱心 并且在教会面前 所以 约翰在教会的面前 就赞扬 他是有爱心的弟兄 约翰称赞 该由所做的这些 接待的这样的行动 乃是按照真理所行的 这体现了爱的行动 是按照真理所做的 所以 约翰在称赞完 这个该由之后 就要 就要我们 这个效法 该由的 这个好行为 对于这个善行 约翰就称赞 这个该由 之后 就给我们看到 一个强烈的 这个对比 我们知道是谁吗 就是丢特菲 这位在教会 为首做领袖的 他就是那位 收到 我们老约翰的信 而拒绝 接待 做客旅的弟兄的那一位 约翰就说 他所做的 乃是恶事 论到他的时候 原本作为一个 教会的领袖 因当有这个权柄 治理教会的时候 在管理教会的过程中 他并没有按真理而行 乃是独断而行 他不听 这个约翰使徒 所给予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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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吩咐 他甚至 拒绝 甚至毁谤 这个使徒 出言毁谤 这个使徒 甚至 他还做什么 他还将那些 他不但自己 不愿意接待 那些做客旅的弟兄 甚至将那些 接待的 赶出教会 但我们听到 这个 丢特飞 他这样的一个 没有按真理而行 没有体现 爱心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 可以感受到他 实在的是 为所欲为 对吗 约翰就说 他所做的这些 都是恶行 要我们做信徒的 千万不要去效法 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 行善的 该忧 还有一个 行恶的 约翰 指明他 行恶的 这个 丢特飞 该忧 按真理的教导 体恤做客旅的弟兄的 这些需要 帮助了他们 接待了他们 这是爱人的表现 而丢特飞 他却藐视 真理的这个教导 对有需要的弟兄 没有关怀 没有照顾 甚至禁止他人 去关心他们 他滥用权柄 将不听从 他的赶出教会 这明显地 显出了他的什么 他的骄傲 他的自以为是 以及他对人的冷漠 因此 约翰就警戒我们 弟兄姐妹们 不要效法这作恶的 只要效法 这行善的 因为行善的是 属乎上帝的 也是透过耶稣 是行善的是 属乎上帝的 而行恶的是 未曾见过上帝的 这里说到 行善的是 属乎上帝的 意思就是说 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认识 上帝良善的那属性 当我们听从 主的教导的时候 效法 那 主耶稣 要我们去爱人的 这样的一个 外在 这样的一个 爱人的心肠的时候 还有行动的时候 我们就在 体现了 我们的上帝 良善的 这个一面 而 约翰就说 行恶的是 未曾见过上帝的 未曾见过上帝 这个见 不是实际眼睛的 指着眼睛的 那个实际的 看见 乃是指 认识他 如同见到他那一般 行恶的 没有见过上帝 意思 可有两方面 第一 就是 未曾认识 上帝的 圣洁的 这个性情 还有不明白 上帝的 这个旨意 另外一个 未曾见过上帝 也可以指 他 未曾见过上帝 的权柄 和威严的 这个管教 所以 行恶的时候呢 没有 就是 没有就是 了解 这些行恶 的背后 乃是 有公义上帝 对恶人的 所思的 这个审判 还有报应 因此 约翰就说 行恶的 就好像 没有见过 未曾见过 上帝那样 那么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来反思 我们 见过上帝吗 我们真实地认识 上帝 他的属性 是慈爱 和公义的 公义的 上帝 是不容许 恶行的 所以 行恶的 必会受到 主的管教 而 他的慈爱 是我们 所经历的 那么 经历 这般上帝 这么丰盛的 慈爱的 我们 应当将 这份爱 也传递 给他人 特别是 让那些 有需要的人 能够感受到 上帝的 这一份慈爱 就如 接待人 他则 他就是 爱的 这个行动 接待的 希腊文 是 Philo Zianna Philo的意思 就是爱 是 友谊的爱 的意思 Zianna 的意思 是 寄居的人 所以 接待的意思 实意上 是 爱寄居的人 Love a stranger like a friend 约翰说 我们需要 接待 做客旅的弟兄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 爱 这些 做客旅的弟兄 因为 他们是 为主的名 为主的名 外出的 这些弟兄 乃是为了 传福音的缘故 离开了 自己的家乡 到处 为主 做见证 和教导 若以 现今的 处景 我们来看的话 这样的弟兄 应该 乃是 教会 所拆拜 到何场的 这些宣教士 主耶税 主耶稣呢 就在 马太福音 十章四十节 他就说 人 接待 奉 主名 差遣的 门徒 就是 接待 主耶稣 接待 他的 就接待了 那 差他 来的 天父 那么 从我们 当中 被 差 出去的 弟兄 跟姐妹 为了福音的缘故 去到何场的 我们就要 确保 他们在 基本的 生活上的 需要 都得到 供应 还有 支持 那 而那些 来到我们 当中的 宣教士 我们也当 按他们的 需要 来接待 他们 因为 他们乃是 奉主名 所拆遣的 接待 他们 的时候 我们就如 经文所告诉 我们的 我们乃是 接待了 主耶稣 这些宣教士 我们的弟兄 或是 姐妹 他们离开 本国 去到他乡 做传福音的 这个先锋 我们知道 不信的人 是没有理由 来支持 他们的 生活的 那么理所当然的 我们这些 信徒就有 这个使命 借着给予 他们生活的 这个支持 与他们 一起 同工 怎么说 一起同工呢 约翰说 所以 我们应当 接待 这样的人 叫我们 与他们 一同 为真理 做工 就是 与他们 同工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 还不能够放下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离开本国 到福音的 何场去的时候 我们就借着 供应 这些能够去到 当中的 弟兄 姐妹们 的 他们的需要 以祷告 来扶持 他们 甚至 我们可以到 何场 去探望 他们 与 支持 他们的 圣工 我们 一起 旅行 传福音 到地级的 这个大使命 这也就是 主耶稣 在 约翰在 第八节 所说的 就是 我们是 与他们 一起 为真理 做工了 因此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 接待 这样的 就是 接待 我们的 宣教士 或者来到 我们当中 为主的福音 来工作的 弟兄或 姐妹的时候 其实 我们 也在 与他们 为这 福音 一起 来 完成 这个大使命 那么看来 弟兄姐妹们 接待 它乃是 一个 爱的 行动 从 今天的 经文 延伸 延伸出去 的话 我们可以 看见 当我们 论及 爱上帝 和爱人 的时候 这个爱 不是 口里 说 说 而已 也不是 脑海里 明白 这个理论 或者是 心里 想想的 感受 而已 这份爱 乃是 需要 付诸于 行动的 是需要 表达 出来的 爱 所以 接待 乃是 爱的 行动 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以 从旧约 还有新约 圣经的 这个教导 来看到 这重要的 这个学习 在新约 中 主耶稣 就说 我告诉你们 要爱 你们的仇敌 为那 逼害 你们的 祷告 我们 我们怎么样 爱我们的 仇敌 难道 只是头脑 想想而已吗 不是的 主耶稣 说 是要有 行动的 那最基本 最至少的 行动 就是为 我们的仇敌 来 祷告 我们就体现 这一份爱 另外 主耶稣 也说过 一个人 不能够服侍 两个主 因为他 不是恨 这个 就是爱 那个 不是种这个 就是亲那个 你们不能够 又服侍上帝 又服侍 马门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爱马门呢 就是 透过 我们服侍 马门的行动 怎么说呢 就是当我们 一味地追求 这个财富 名利的时候 我们将我们 生命所有的时间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体力 都只专注 在做工 赚更多的钱财 和建立更多的 这个名利的时候呢 我们的行动 我们所做的 就透露了 我们是爱马门的 因此 我们只能够 两者选其一 主耶稣说 我们要有 爱上帝的行动 或是 继续 爱马门的行动吗 另外 主耶稣也说 你们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上帝 其次 是要爱人如己 也就是当我们 爱上帝的时候 我们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就是我们全人 投入的 在我们的生活 举止里面 来爱上帝 而爱人呢 我们就要 如同爱自己 那么讲到爱自己 我想我们 都不会只是 停留在脑海里面 爱自己就好 对吗 因为当我们 说到爱自己的时候 我们会 在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会确保什么 会吃对吗 我们会有这个 喂饱自己的行动 然后当我们累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们就会有这个 让自己的身体 休息的行动 我们去睡觉 我们去休息 对吗 当我们觉得 我们的身体 需要更健康的时候 我们不是坐在那边 就想我要健康 我要健康就好了 对吗 我们会很积极地 做运动 我们会节制 我们的吃 不要吃油杂的 我们会吃得很健康 那么当主耶稣 吩咐我们 要爱人 如同爱我们自己的时候 同样的 我们对他人的爱 也是需要 有行动的爱 实际地 去以爱的行动 去爱他们 这不只是 新约的这个教导 在旧约 生命纪 也在 这个生命纪的 这个记载 有许多 记载了上帝所吩咐的 体现了 上帝 就是需要 上帝教导 就是以色列民 要有这个爱的行动 我就没有按经文 就是直译地读出来 我就总结 15章 上帝就吩咐 这个以色列民说 你总要向你的弟兄 困苦 缺乏的人 还有寄居地 松开手 满满地 补他们的不足 就是需要 松开手 给予 那些有需要的人 给他们 16章 上帝也说 你们在住盆节的时候 要与住在城里的立位人 以及聚居的 并孤儿寡妇和穷苦的人 一起欢乐 就是说 他需要 有照顾到这一些 有需要的人 以至他们也能够 与他 以色列民 一起欢乐 享受上帝的 这个所祝福的 还有24章 就有讲到 上帝吩咐说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的时候 若妄嫁一捆 不可回去再去 要留给寄居 以及孤儿寡妇 你打感染树的时候 资上剩下的 不可再打下来 要留给那些寄居 与寡妇 孤儿寡妇 你在葡萄的时候 所剩下的也不可摘 要留给那些寄居 还有孤儿与寡妇 也就是弟兄姐妹们 我们当要接待的 都是有需要的人 特别这些有需要的人 旧约时期 那些聚居者 还有孤儿寡妇 就是这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知道当时候的背景是 那些女子 是不能够出外打工赚钱的 而小孩子当然也更没有能力 去所谓的工作养家 因此若是在当中 他做丈夫的 做一家之主的 不幸过世了 这女子还有孩子 就无依无靠了 上帝颁布给犹太人的 以色列民的这个命令 就是要爱护这些 无依无靠有需要的人 并且这个爱 不能够只是口里说而已 乃是要给予行动的 就是实际的 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养生的 供应给他们养生的 这个需要 因此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这个时候 真的是被 约翰 我们的老约翰所提醒 真的是要效法 这样的善行 如同盖忧那般 愿意接待有需要的人 这个接待可以有 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在我们当中的这个寄居者 可以包括这个 在我们本地工作的 这些客工 我们的邦拥 我们的外籍的这些学生等等 他们离开家里 离开家乡到本地 赚取养生的求学的时候 我们当对他们 多一份友善的 这个接待 关怀 还有帮助 比方说 我们刚到 我们当中的这些学生 我们的年轻人 就可以跟这些同学们 做朋友 跟他们多一份的 这个手络 将新加坡的文化介绍给他们 跟他们 陪伴他们那样 对于这个客工的 我在当中 我就有一个很感动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知道说 在我们当中的有一位 就是弟兄跟姐妹 他们是在工作的场合中 是认识到好一些的 印度籍的这些客工 他们把他们给接待到家里去做客 甚至在当中 在当中请了这个印度籍的这个传道人 在当中跟他们来分享福音 他们就是这个文祥弟兄 还有Veronica 我有他们的 经过他们的permissions 可以分享他们所做的这件 接待的这个善工 还有在我们当中 我们今天我就听到说 师牧师也接待了来到新加坡 参访的国内的这个学生 还有我们的许牧师 许师母也接待了 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同学 待会儿都会一一给大家介绍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样的一个接待 这样的一个行善 乃是在主耶稣所教导我们当作的 然后当然这样的一个接待 不单只是外在这个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接待 我们也要关心 他们在心灵上的这个需要 有孤单的人的时候 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要就是投入时间 可以陪伴他们 可能只是简单的 吃一个饭喝一杯咖啡 我们也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爱的行动来接待他们 在我们当中有上至的 我们也可以借着 这个一通鼓励的电话 来鼓励他们 有忧伤的需要安慰的 我们可以也是为他们来祷告 即使弟兄姐妹们 一个简单的在电梯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些 就是弟兄姐妹的时候 一个微笑 一个问安 表示友好 都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接待的行动 我们不难发现 接待的范围 可以适合广 广跟阔的 问题是 弟兄姐妹们 我们愿不愿意 在我们的不方便中 在我们的麻烦中 改变我们原本的行程 付出时间 还有省自金钱 去接待这些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呢 很多时候 不是在于 我们能够做多少 主耶稣说 当我们只是单单的 将一杯凉水 给我们的 有需要的弟兄 喝的时候 我们都要蒙 祂的祝福 那么问题就在于 我们愿不愿意 我们有没有 爱人的这个心 并愿不愿意 将这爱人的心 行在我们的行动当中 让我以 主耶稣说的这一段话 转的这个故事 作为总结 在马太福音23章 主耶稣就用了 这个王的这个故事 来告诉我们说 鼓励我们 我们一起读好吗 王说 你们要进来 承受为你们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住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理 你们来看我 那些义人回答说 主啊 我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给你吃 渴了 给你喝 你做客旅 留住你 你或是 赤身露体 给你穿 或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 探望你呢 王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 这些事 你坐在 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特里萨兄弟说 我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看到耶稣 我对自己说 这是饥饿的耶稣 我必须喂饱他 这是生病的耶稣 这个人有麻风病 或者是怀君 我得 我得给他洗澡 照顾他 我服侍 是因为 我爱 耶稣 弟兄姐妹们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 如约翰所提醒的 效法形状 不要效法恶 透过爱心接待 活出真理 让我们在接待中 与耶稣相遇 这时候我们以这首诗歌 活出深爱 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 我们一起唱 优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请姐妹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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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拘付足 服侍他人 如爱耶稣 一杯两岁一句安慰 行三主人无怨无悔 我主基督必行为我行 主义真诚分向主爱心 圣洁的爱必必要我行 爱人如今人将先出行 我主基督必行为我行 主义真诚分向主爱心 圣洁的爱必必要我行 爱人如今愿将先出行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 阿们 圣洁的爱必要我行 圣洁的爱必要我行